好 今天我们要探讨相爱容易相处男 相爱容易相处男 台湾有一位歌星 年纪都比你们大一点了 她这首歌是93年 在台湾非常畅销的 名字就叫做相爱容易相处男 蔡幸娟的一首情歌 她里面提到说 难道真的相爱容易相处男 可是真要分手却又分不开 感情的纠缠谁也不能明白 又何必在乎天长地久 你知道情歌迷人的地方在哪里 就在她的歌词可以说到人心深处 分手分不开 她说的原因是因为感情的纠缠 谁也不能明白 可是真相是什么呢 感情的纠缠谁都明白 就是当事人本人搞不明白 所以她说又何必在乎天长地久 台湾还有一个歌星叫罗大佑 他写过这首歌叫做 爱情这东西我明白 但永远是什么 好像恋爱的时候 你可以难解难分 一进入时间的熬练 就有点经不起考验 相爱容易相处男 就是从那个蔡幸娟那首歌开始 这一句话就开始非常的流行了 在过去我们常常认为爱情十分的伟大 男女之间只要有爱 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可是一走过了婚礼 跨过家的门槛 你却发现关起门来以后的过日子 跟想象中好像有点不一样 而且会有很多的失望 台湾有一个辅导机构叫张老师 张老师 很多人有情绪问题 想要自杀就会打电话给张老师 他们是一个辅导机构 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统计调查 说婚后六到十年 是婚姻的坏灭期跟忧苦期 坏灭期跟忧苦期 你想想看 婚姻后六到十年都在做什么 除了磨合就开始生孩子了 而且还可能在买房子 对吧 在工作的创业 所以那个时候会经历很多婚姻的波折 整个对婚姻的满意度会掉到谷底 有的熬不过呢 就走上离婚 或发生外遇 如果我们对两性相处 这个相爱没有一定的认识 你就会有一种感觉 觉得人一定会变 爱也一定会变 变本身是个常数 所以就很容易归咎说 婚姻是什么的坟墓 爱情的坟墓 结婚是扼杀爱情的凶手 结果有一些人就不肯结婚 或者觉得说 如果婚姻不幸福 是所托非人 误上了什么 贼船 当初没有认识清楚 换一个人 也许可以另起炉灶 东山再起 可是真正的问题是出在哪呢 很多时候 我们误以为相爱 就等于相处 爱得个死去活来的 一定很会处 可是我们也常常听到 男跟女 两方都是好人 两个人好人在一起 为什么总是处不来呢 有没有听过 这是因为优秀的人 不代表他的关系系数一定高 什么是关系系数 气质好 是不是关系系数 工作能力强 是不是关系系数 外表俊秀 是不是 这些都不是关系系数 关系系数 是指一个人的处人的能力 在关系里面 你懂得怎么去配合 懂得怎么去协调不同 接纳不同 然后沟通相处 处理冲突的能力 那这些沟通 处理冲突 都可以开讲座来谈技巧 那今天呢 我想侧重在两性关系 进入婚姻以后 心态上需要调整的地方 来讨论 如果我们要减少相爱到相处的这个距离 你就必须先对相爱与相处 两者之间的差别 有一些基本的认识跟准备 为什么两个人会相爱容易 相处难 第一个 相爱是一种感觉 相处是一种关系 婚姻呢 是一种长长长长长长期的关系 昨天我们晚上讲了 它可以是数十年的关系 爱情是一种感觉 我还记得跟杜老师 我们第一次牵手 在一个公园里面 那一天大概算是我们两个的定情了吧 因为在那之前还没讲明嘛 还有很多的猜测 还有很多的可以撤退的空间 可是那一个晚上呢 在公园里面黑七八糊的 他就牵了我的手 后来他跟我说 牵手的那一刻 他感觉满天有电 有彩色 有光 有眩晕 那是热度 爱的热度 有色彩 有脏力 而且琢磨不定 会牵扯出来你很多里面的心动 会思念一个人 这是一个人 对另外一个人 你全心全意的投入 这全心全意的投入包括什么呢 你会花时间去认识对方 你会花时间去迁就对方 你要想怎么去跟对方相处 让对方在生活里面 全部都是活在你百分百的注意力里面 跟你百分百的观照里面 可是婚姻呢 婚姻是一种长期的关系 它不是一种感觉 你在恋爱的时候 你知道肾上腺素会整个上升吗 会让你非常的昂分 晚上都觉得睡不着 你知道一个人不能长期的生活在 昂分的肾上腺素里面吗 这种状况你如果维持一个星期 你就一定会死掉 所以没有人能够长期的维持 高昂兴奋的情绪 过着那种神迁梦戏 茶饭不思 生活里面只要有爱 就可以饱足的日子 这是为什么爱可以分为激情跟恩情两种 婚前激情 婚后要转 转成什么 恩情 所以我们常常说配偶 可能就成为我们的亲人了 婚后是两个人由过去 我说全力以赴的投入的时候 是面对面 婚后一定要转为肩并肩 共同过日子这样的一种关系状态 谈关系 你就不能靠感觉过日子 你要靠实力 尤其进入到婚姻里面 你需要工作 需要持家 面对公婆 亲友 这是非常不浪漫的一面 靠的是实力 哪种实力呢 过日子的实力 跟你处人际关系的实力 过日子的实力 如果两个人中间有一方 过日子的条件不够 或者他的生活习惯 没有调节协调的能力 在婚后 另一方老实说 不会像婚前那么全心全意的 去迁就你 因为感觉上一结婚 好像就正式上场了 需要全力以赴的去应付生活 你再也不能够像过去 说我不会 我不愿意 用撒娇 你就可以逃避了 对方已经不太愿意凑合了 很多的弟兄都喜欢 长发飘飘 会弹钢琴的女孩 对吧 我有一个朋友 就娶到了这么一个 长发飘飘 会弹钢琴的女孩 婚后我们就说 你可不可以发表一点感言啊 他就说 我真希望 他那个弹钢琴的鲜线食指 也可以来烧饭 所以你就知道天长地久 你总是会希望对方 多少会有一些过日子的能力 如果对方完全没有 累的是谁 累的是自己 这是非常实在的 我们都希望对方也能够 坚担一些生活的责任 好 第二个 我们需要处人际关系的实力 婚姻的本质 听清楚了 就是人际关系的组合 有哪种关系呢 婚姻里面有哪些关系 亲人 你的上面的公婆 岳父母 对吧 夫妻两个人 本来就是关系了 你下面的子女 还是亲子关系 然后你们用一个 两个人结合成为一体 共同出现社会 又有社交关系 如果今天也是一个 不散除关系的 像林黛玉 基本上你的成功率 便不太高 我很高兴 红楼墨写到后来 她是自杀 如果她没自杀 她的婚姻可想而知 大部分可能就是离婚了 很多的玉女 青春玉女 气质是孤方自杀 一到每个场合里面去 她就是一个人 默默地离群而坐 她不会跟别人 叽叽喳喳地搅合在一起 可能是找一个窗户 就坐在那里 然后就往窗户看 把一些弟兄 给迷得稀里哗啦的 好有气质哦 都不像人家那么刮躁 你看她多有气质啊 结果结婚了 每一次跟公婆家人在一起 她呢 还是一个人找一个窗户 坐在那里往窗户外看 你觉得公婆会怎么想 公婆会怎么想 觉得她很有气质吗 不会 他们会觉得她怎样 不懂事 怎么样 不轻 很难处 小夹子气 上不了台面 马上就经历到一些磨练 所以两个人相处 除非其中有一个 他在关系里面已经成熟的 薛宝钗 对吧 会帮你收拾打点 如果两个都不懂事 非常困难 谁照顾谁呢 所以一个人 如果在关系里面 你的人格越成熟 你越懂得照顾人 体贴人 你越知道怎么跟人相处 处理冲突 你的婚姻生存率就高 反过来讲 如果不懂 你还可以学习经营 如果两个人 连经营都不知道 我昨天讲过 我们的婚姻 像铁达尼号 撞冰山 常常是因为 无知跟自大 无知是更不晓得 需要经营 自大是说 谁需要去学习 这一点还不会吗 经营不当 或者毫无经营 这个关系 就可以在任何一个层面 去锻炼 所以相爱 只是一种感觉 相处 它却是一种关系 好 第二个 相爱是一种爱的渴望 可是婚姻需要 更多的是爱的能力 有一个英国的文豪 基督徒 他叫做路易斯 C.S. Lewis 这是路易斯 他写过四种爱 这本书 那我现在要特别提出来 他反复反复强调的 两个的差别 一个叫做礼物的爱 另外一个叫做需要的爱 需要的爱 很多人天生下来 就是对爱有需要 对爱有期望 可是从来没有想过 在关系里面 你需要爱的奉献 你需要有爱的牺牲 我们大部分走进婚姻的人 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 我们只是在讲 两个人过日子 有个伴 互相照顾 多好啊 可是我们常讲 互相照顾 想的是什么 对方来 照顾我 很少想到是 自己要去照顾对方 很多人呢 不知道在婚姻里面 不只是有个人 可以照顾你 关心你 你也需要能够 照顾人家 关心人家 那这就是需要爱的实力的地方 那我想请问 你爱的实力有多少 你会说 我感觉我的爱十分巨大 常常冲击了我自己 不知道怎么是好 那个是欲望 很多人都有爱的欲望 没有爱的能力 你知道爱的渴望 跟欲望 不等同爱的能力吗 有人如果对你说 我好爱你哦 他可能讲的 并不是真正的爱 你这个人 你的个性 你的内在世界 他真正爱的是什么 他对爱的想法 他爱的是什么 他真正的是需要你 你知道那是一种依赖感 一种安全感 渴望被人家了解 倾听陪伴 自己呢 却不知道怎么成为 他人的陪伴 依靠 安慰 了解 我认识一个弟兄 他跟我说 在爱里面 他能做到最大的 就是不伤害 你知道这是一种 爱的定义吗 你有没有听过 一本书的名字叫做 不爱 也是一种爱 好像是是而非 你知道吗 不爱 也是一种爱 今天你老公对你讲 我不爱你 我也是一种爱 你这是怎么样 啪 一个巴掌 我要你爱 这个弟兄说 我知道 如果 我再 留下去 我就会出手 每一次当两个人 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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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能做到的 最大的爱的表现 就是逃离现场 不要去出手 这是他的意思 他爱的最大表现 就是不伤害 那你想想看 如果在爱的尺度 负 灵 到正 对吧 不伤害 到哪里 只归灵而已 你知道吗 那归灵 有没有爱的能力 没有 在爱的尺度上 他还不会照顾人 还不会安慰人 还不懂得了解人 所以那个是没有爱的能力 要培养爱的能力 关系才能够建立 一面倒的情况 很难持久 除了韩剧 除了穷妖小说 基本上不存在 基本上不存在 我们大部分人 都有爱的需要 我们也是基于 这个爱的欲望 也就是情欲 走入一个关系里面 可是我们需要学习爱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 靠我们的本性 原来是不会爱的 爱的欲望 是怎么出现的呢 是为什么会在我们里面呢 是谁把爱的欲望 放在我们里面的呢 是上帝的设计 上帝设计 让我们里面 有一个爱的欲望 所以我们就开始怎么样 寻寻觅觅 我们要找到 那一个对象 可是我们花了 这医生花了很多的功夫 都在寻觅 或者花很多的功夫 让自己会有吸引力 却花很少的功夫 去学习建立自己 爱的能力 这其实 我随便说 爱的渴望 不等于爱的能力 其实也是很多外遇 为什么会发生的原因 因为在自己的关系里面 他只有爱的欲望 没有爱的能力 他发现对方也没有爱的能力 结果呢 怎么办 就到外面去发展 等到到外面去发展 你知道在外遇里面 也是相爱容易 相处男 所以他进到外遇里面呢 他实际上还是 并没有想要贡献出来 什么爱的奉献跟牺牲 他还是希望对方怎么样 提供他所需要的爱的能力 所以到最后呢 外遇的成功率就非常低 外遇再走入婚姻的比例 也不高 照重机调查 就是因为相爱容易 相处难 原来你就没有学习 你只是在换轨道 换频道 还是没有爱的能力 你就会一再的失败 许多人离婚再婚 每次都说下一个男人会更好 有没有 东三再起 都是因为他永远没有学习到爱的能力 他只有爱的欲望 那爱的能力呢 也跟你自己从小到大 在爱的经历上有关 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爱 或者你是出于一个破碎的家庭 或者是因为你的父母不太懂得爱 让你从小没有经历过爱 你就很难谈得上 你会有爱的能力 这是为什么在信仰里面 在基督教我们谈爱 这样一个属灵环境里面 你可以在弟兄姐妹 你可以在服事里面 去经历爱 去操练爱 然后你去建立爱的能力 第三个 相爱容易相处难 是因为对爱的幻想跟追求都太强烈 可是对婚姻关系 却没有足够的认识 我不可否认的 谈恋爱的时候 多少都会有一点虚伪 都会有一点虚假 因为你要讨好对方 所以你多少会迁就 你会把你自己最好的一面 呈现给对方看 把自己最美的一面 摆出来 你想争取对方的恋爱 这是为什么 有一个姐妹 有一次跟我讲 那是在婚前 她跟我说 你知道这事件最可怕的一张脸 是什么脸吗 我说是什么脸 那时候完全不懂 她说是你结婚以后 先生对你发怒 第一次发怒的那张脸 是全世界最可怕的一张脸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在婚前 对你是百般忍让 脾气好到不行 婚后呢 终于忍不住了 第一次的翻脸 她这句话讲得我吓得要死 所以我记得跟杜老师 刚结婚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等 等 等那张脸 什么时候会出现 你知道吗 好恐怖哦 那感谢主 到现在还没等到那张脸 还没等到那可怕的脸 可是我跟杜老师 也走过幻灭的这个阶段 我不能说是杜老师 他刻意地欺骗我的感情 不是 是一般谈恋爱那种 善意的欺骗 比如说 他知道我喜欢读书 读很多的文学书 所以杜老师说 我也喜欢文学 我也喜欢电影 哦 我那时候觉得我们两个好配哦 结果呢 后来我发现 他喜欢的文学 是漫画文学 尤其是老夫子那一类的 然后他喜欢的是武侠小说 动感的 看电影 跟他的文学口味全部一致 他喜欢看笑片 大张片 最好是科幻片 心机大战 所以我就跟他说 因为他们现在的父子 时间我的儿子 他们两个去看电影的时候 我说你们看的电影 我只要四个字就可以总结 打打杀杀 就那一类的电影 就是他们的父子之夜 所以我婚后 我的爱情梦怎样 就破灭了 谈恋爱的时候 我们会有这种善意的欺骗 所以我记得在婚前 我问杜老师什么问题 他都有答案 婚后呢 我在问他的时候 他说我现在已经结婚了 我不需要再冒充博士了 我不知道答案 是这么诚实的跟我讲 我还记得我们婚 我们是11月1号结婚 快到我们的29周年轻 婚日的当天出了很多的状况 还好有个姐妹事先就跟我们讲 一定会有状况 可是这是你们两个的大日子 所以要享受 不要为那些小结 脾气也出来了 有没有 这个心情也坏了 也倒了 不要为这些事情 好好的享受 所以那天呢 这是很多的状况 可是我们就好好的享受 然后我们请了一个老外照的摄影师 是我们的同事 就比较便宜嘛 你知道吧 所以就找了他 然后这个老外的摄影师 动不动就叫我笑 说你一定要露齿 外国人的笑容都是要露齿嘛 来 让我看到你的牙齿 然后我爸爸在旁边说 不准露齿 不准露齿 所以 我这样子笑 他说不行 要让我看到你的牙齿 我爸爸在旁边说 不可以 我笑给你看 要这样笑 要这样笑 所以我那时候就感觉到 整个人非常失恋 要笑又不能笑 好像被人家打了脸 那种感觉 一直到那天最后 大家都散去 我跟杜老师上了我们的车子 那那个摄影师说 他要从前座反过来 做最后一张照片 就是我们坐在后座 往后面看 那个窗户 他从外面 照我们回看 等于是婚姻的第一天 照那最后一张照片 我记得他照完 恭喜我们马上问说 现在可不可以付我钱 然后我们两个说 身上都没带钱 我们穿的是婚纱嘛 哪有钱 他说好 没关系 够朋友 说你以后再付给我 他走 他走的时候 我那时候 就开始冒出来了一句 黄脸婆的日子 从现在开始 从现在开始 梦中情人 一定会变黄脸婆 每个谈恋爱的男女 都免不了的 在谈恋爱的时候 许多的美丽 幻想 然后有一些甜蜜的小欺骗 到了婚后呢 产生适应不良症 怎么会这样呢 我嫁的人 娶的人 怎么会这样呢 你们知道结婚了以后 在你的家里面 有三个地方 最容易显出一个人的本质吗 想一下 在家庭里面 有哪三个地方 最容易铺露一个人的本质 卧房 厕所 还有厨房 你们很有概念 这三个地方 最容易让人觉得 自己的爱情梦破裂 刚刚讲了 厨房 厕所 跟我们的卧室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厨房 厨房为什么会让我们觉得 婚姻梦破裂 因为厨房 是一个人表现他最基本社交礼节的地方 厨房是一个人表现他最基本社交礼节的地方 人跟人之间怎么互动 你知道 一个喜欢吃饭的时候不停地讲话 另一个吃饭的时候非常的专心 那个吃饭非常专心的人呢 他吃饭的时候就不能喝汤 喝汤就不能吃饭 那通常你们觉得 非常喜欢讲话 讲个不停的 是男士还是女士呢 那个吃饭要非常专心的 吃饭就不能喝汤 喝汤就不能吃饭 更没有嘴巴可以讲话的 是谁呢 男士 然后女士说我终于坐在桌上 跟你面对面了 我不说婚姻两个都是肩并肩吗 从来 男士就搞不清楚 你的头发是左分还是右分 从来就没搞清楚 那终于坐在桌上面对面了 然后女士就觉得我在饭桌上 我要谈天说地 叽叽喳喳的讲个不停 婚前的时候 你这样讲的时候 对方怎么看你 怎么可爱 你讲话像唱歌啊 婚后呢 就觉得对方怎么 你怎么那么挂躁啊 你嘴巴没一刻闲的 我都奇怪你怎么吃饭啊 你讲得我发晕啊 然后太太呢 气先生什么 吃相不好 狼吞虎咽 通常我们烧一顿饭 要多少时间 至少一个小时 对吧 对方几分钟可以解决 对吧 风卷残云 几分钟给你全部吃完了 坐在那里看说 你怎么饿得像个饿死鬼一样 我没把你喂好吗 你需要吃得这么急吗 然后还生气 你吃饭怎么那么大声啊 你喝汤怎么那么大声啊 还有人习惯不好 吃饭的时候喜欢 在对方的盘子里面去加菜 你那个好吃 我喜欢你那个 嘴巴没一刻闲的 加菜不考虑别人 看了好吃的 一大筷子就把它给全部夹走 盘子空了一半 别人还要不要吃啊 吃香 然后洗碗 谁洗 想过吗 在座的单身的 想过婚后 谁来洗碗吗 最好是一起洗 你想的没有 为什么每次都会洗呢 好 你不洗 我也不洗 看谁撑得久 有个人跟我出了个妙计 是你不需要洗碗 每天还有碗用的 什么样的妙计 不是一次性丢的 那不环保 这非常环保 就是把它放冰箱里 每次要吃就拿出来 吃完了再放回冰箱里面 非常的卫生 也不会生病 通常我观察到的 都是撑不了的人会去洗 你知道吗 因为每个人可以忍耐的程度不一样 有些人是马上吃完马上就得洗干净 对吧 有些人说放一放嘛 你急什么嘛 你等我把这个事情办完 我自然就回去洗 对不对 放一个小时会怎样 世界末日马上来会被提升吗 还有人的耐力非常 我可以过夜 隔夜又怎样 我一个礼拜洗一次嘛 我给你搞定就好嘛 你知道每个人的耐力不一样 那通常是怎样 撑不过去的人 就会去洗碗 有一次马来西亚有一对夫妻 跑来跟我说 她说 我跟我老婆 说实在 我们都可以撑得下去 是我丈母娘撑不下去 所以我们家是丈母娘去洗碗 不洗碗 吃相又难看 饭也不做 你就会太失望了你知道吧 我到底是娶了谁啊 我到底是嫁了谁啊 做饭谁来做 如果我娶了对方 太太不会做怎么办 我们教会有一对 真的是 事先在单身的时候 都是众望所归 我所谓的众望所归就是 男的也有很多姐妹喜欢 女的也有很多弟兄喜欢 众望所归 然后呢这个姐妹从来没做过饭 那弟兄在追她嘛 然后两个稍微都已经认定了 所以她就到丈母娘家里面去拜访 那丈母娘就跟她说了 我家的女儿 可是从来没有进过厨房的 那这个弟兄就站在旁边说 没关系 婚后我来做 结果结婚了 结婚了以后她怎么做 她站在旁边把手背在后面 跟她太太说 先放油 太太就先放油 油热了 下菜 下菜 婚前跟婚后 好大的差别 还有的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那时候 我们的团契风气很好 很多弟兄会做菜 所以呢 这个单身来到我们这个团契 就学会了 要去追姐妹 就要做饭 所以她约这个姐妹的第一次 就是我做饭给你吃 把姐妹感动得更一塌糊涂 可是这一生呢 这姐妹就只吃过这一顿饭 结婚了以后怎样 她把那个我们台湾最有名的叫富培梅 那个食谱拿给她 每天上班 之前把食谱拿给她 点菜 说我要吃这个 我要吃这个 今天晚上回来 这三道菜 每天我早上点菜 你知道做不做饭 有的时候会成为夫妻之间的解不开的心结 有些先生就抱怨 中年的先生 抱怨 你就知道那个婚姻已经是二十年以上 她说我太太 从来就不会起床为我跟孩子做早点 每天早上她不睡到十点不起床 我们一家的身体 都是败在我太太的手里 讲这句话的时候 你知道心里面有多少的苦毒吗 多少的怨恨吗 厨房 厨房是可以检验出来 一个人的什么 社交礼仪的地方 好 第二个地方 厕所 厕所是一个表现她个人的生理习惯的地方 你们大概都听过挤牙膏吧 挤牙膏可以让夫妻两个吵到天 单身都想象不了 挤牙膏总共就两种方式 对吧 一个从哪几 从头 从头起 从头起 你知道在座有人是说有差别吗 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是从哪一头起的 你知道吗 结婚以后你就知道有差别 有的人是要从尾巴往前挤 有的人是从头往后挤 还有人是抓到哪是哪 就是硬挤 就会吵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这样合逻辑吗 你这样挤 合逻辑吗 马桶盖 是往上放 还是放下来 有个人说 有个人说 一个男人的教养 可以从他上完厕所以后 是不是会把马桶盖放下来 是不是我今天讲完这句话 以后你们教会的马桶盖全往下放 不过你们是男女分开的 说这句话的我相信一定是女人 你知道吗 马桶盖 为什么老是往上放呢 半夜三更我上厕所 一坐下去冰冰凉凉的 他就不会体贴我一点吗 卷轴的卷轴的卷轴 用完了为什么不换呢 那我坐下来就起不了身了 把我陷在这里 还有没有功德性啊 换 怎么也没有一个逻辑的方式呢 卷的话 应该是从哪换 有差别吗 是往外锤还是往内锤 是从上到下 还是反过来 你让别人怎么用嘛 为什么每次用完浴室都不收呢 不收也就罢了 他怎么那么会掉毛呢 像狗一样的 掉了一尺子的毛 掉了一大糊涂 换洗的衣服怎么丢得到处都是呢 你都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形状 从他丢在地上的衣服 从袜子走到哪脱到哪丢到哪 衣服往地上丢 意味着什么 当一个人边脱边丢 意味着什么 有人会捡嘛 你知道吧 是不是有人会捡 他才往地上丢啊 那谁捡呢 他不叫你捡 你心里也有气 你知道吧 你丢我捡吗 是这样的吗 你帮我当老妈子了吗 我到底是嫁了谁 娶了谁 全部在婚后前三个月 全部真相毕露 第三个卧室 卧室 是一个人表现他最私密 最亲密行为的地方 他为什么没洗澡就上床了呢 他是不是对我不够尊重啊 你知道有人洗澡晚上洗 有人洗澡怎样 早上洗 没洗澡就上来 医生的味道 然后呢睡觉的被子怎么盖 有的人是一直要盖到头有没有 蒙头他才睡得安 有的人呢 到这里就不能再上去了 然后手就一定要放到外面 你可以跟他说看到了放下 看到了放下 还有人睡觉 三百六十度转 碰到谁都要踢一脚 那有的人呢 一躺下去 就剩一个姿势到尾 不动如山 或者呢 已婚了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 做太太会觉得 先生你怎么那么现实啊 我每天面对你面无表情 说话不超过三个字 然后永远是对着你的背影 诶 今天有一天 他进了卧室 忽然整个神情都变 非常的细心体贴了 你就知道他有所求了 现实的要命 或有人呢 生活非常规律 像时钟一样 十点半一定要睡觉 对方再怎么跟你柔情蜜意 他眼睛就盯着那个钟 一到时间就说 sorry time for bed 要睡觉 转身就糊糊大碎 而且打呼还打得那么大声 如果太太做噩梦 婚前是你小事情吓一跳 她都要保护你的 呵护你的 我见有脸 婚后呢 你做到噩梦 啊 醒过来 她怎么样 表现最好的是睡眼心中拍你一下说 你不要一天到晚神经兮兮的好不好 你弄得我都睡不好 你不知道我这个人醒不得 我醒了我就睡不着了 你就不能小声点吗 你祷告 祷告 或者你就干脆按手祷告 好了 睡了 睡去 很多人就是因为婚前对婚后没有足够的认识 婚后的画面感非常的大 一般人认为求爱成家是人的天性 就像女人怀孕生子 我们都是觉得是瓜熟蒂落 生下来以后天生天养 还要怎么去学呢 生孩子还要学吗 同样的对婚姻也是一样 很多人会觉得婚姻还要学吗 不是就走过去就会了吗 还要学怎么去经营吗 所以很多人走入婚姻 边走边瞧 然后发现一切不如所想 变很失望 最后觉得爱消失了 关系就出现了裂痕 对爱的幻想追求太强烈 对婚姻的关系没有足够的认识 感谢主 我们其实后面已经有很多的书 现在的资源很丰富 稍微去读一些这些婚姻两性的书 会帮助你对婚后的状况有一些理解 然后两个人的个性组合 性格在两个人的关系里面有主导性的影响 性格会影响你一个人的做事方式 跟你的行为模式 像比如说我跟杜老师 做饭我是有程序的你知道吧 是不是 先过油把肉过油 然后要捞出来 然后再下青菜炒个八分熟 再下肉 再炒一下 起锅 杜老师说 我就一道程序简单明了 全部下去 全部一起捞 洗碗 我也是有程序的 我是喜欢从小件洗到大件 每一件都搁在旁边 我洗一件冲一件 杜老师全部就放在水汁里 全部给它泡起来 一起洗嘛 每次看到每次讲 讲了二十几年 有没有变动 没变动 你就可以看到什么 我是注意细节的 杜老师注意 她图画的 洗完就是 然后我们两个的个性呢 乐观悲观 我女儿有那个注意力障碍的问题 注意力障碍不集中 在上课的时候 老师会比较辛苦 因为她抓不到她的注意力 所以每次去开家长会的时候 老师说 我都很害怕 因为老师又要跟我讲 你女儿怎样怎样的 你知道吗 我每次去是抱着一个希望 说我女儿进步了 可是每次她讲说 我教了18年 我没看过你女儿这样的 我就哭着回家 过两年再回去 碰到另外一个老师 我教书教了三十几年 没看过你女儿这样的 我哭得更伤心回家 可是我回家跟我的杜老师讲说 你知道她们怎么讲你女儿吗 18年她们没看过这样的 三十几年没看过这样的 杜老师说 感谢主 我女儿这么special 三十几年才一个 看到那个性格的差异吗 然后有的人是思考型 有的人是感受型 有的人是急性 有的人是慢性 每个礼拜天 上教会 对有孩子的家庭 是很大的挑战 你知道吗 在座单身的可能不理解 要把全家人 打理到可以见人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鸡飞狗跳 尤其孩子小的时候 常常要出门准备好了 啪 喷射陷的吐 这一吐 地上要擦 衣服要换 自己身上也要换 搞很久的 才能够全部人都穿得整齐 去教会敬拜神 常常很多人 在去教会这一天吵架 夫妻两个就吵架 在路上就吵架 进去 才能装得个人模人样 去敬拜神 那通常呢 都是妈妈搞孩子 都要搞很久 你知道吗 就是搞自己也要搞孩子 所以杜老师也想到的一个方式 每次礼拜天 我在这里张罗的时候 在那里搞自己的时候 他就去教花 边教边唱那首诗歌 千万同胞都在等待 这是一首天韵的诗歌 等待主的福音传扬 两个个性呢 如果有一个是做梦的 他是一个dreamer 像旧约的约瑟 他会注意高层面大图画 那另外一个 势必都会是执行细节的 什么事情都一板一眼的 有的人是跳跃型的思考 有的人就是线性的思考 非常逻辑 有的人善于处人 有的人善于处事 有的人是一人到晚 活在云里雾里的 你知道吧 那另外一个 就一定要是什么 脚踏实地 要不然两个都是云里雾里 就完了 优点跟缺点是相对的 我昨天说你有的 要把它当作加分 你跟对方的不同 不要当作减分 两个是相对的 因为我们找配偶 找对象 你会凭着本性去找跟自己不一样的 你知道吧 像我的家庭是非常认真的 从我爸妈 哥哥 全都是非常认真的 认真到让人很累 你知道吗 所以我认识杜老师的时候 我就非常觉得放松 他让我放松 让我有笑声 对吧 结婚了以后就吃苦了 没有形状 没有形状 对我们这种非常需要有形状的 就开始不能适应 所以我们在婚前欣赏的优点 常常在婚后成为致命伤 你知道吧 开始不能接受了 当然我在讲两性单身的时候 会说你要尽量的去认识 去了解 看你自己能不能承受不同 去接受 因为你一走入婚姻是一辈子 你都要学习接纳 你不要高估你爱的能力 爱是不能克服也不能改变的 我的爱就还没办法克服 杜老师的洗碗习惯 那是无法克服也不能改变的 不要到最后你自己都受不了 这个很重要 所以杜老师有一句话讲得很好 他说我要接纳你 就是好的坏的要照单全收 照单全收 好的坏的都要照单全收 所以呢我有一个恩赐 在家里 凡我所过之处 那个东西就会坏掉 这个橱柜门怎么打不开呢 我来试试看 我来试试 整个门就给我拆掉了 所以杜老师跟我说 你帮我最大的忙就是 不要动 然后叫我 OK 你不要自己去 因为我去搞什么 那个东西就 一下就被我拆下来了 所以他就说 最大的帮助就是不要动 然后叫我 这是他的接纳 你知道吗 好的坏的 照单全收 这个就是我昨天也要讲的 凭着信心 凭着信仰 你才能够照单全收 好 第五个 成长背景 成长背景 会影响你的生活习惯 影响你的金钱价值观 甚至亲密的关系 怎么互动 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是海南岛人 我的妈妈是成长在北平 我妈妈是成长在北京的一个大户人家 我爸爸是海南岛的商人士家 然后我妈妈一直很喜欢宝石 生活条件不好的时候买不起 生活条件稍微好一点的时候 他就想买一个戒指 他要买宝石戒指 结果两个人吵起来了 因为我爸爸海南岛的观念 只有一太太才需要宝石戒指 你吵两个人怎样 就吵起来了 这是什么 家庭背景 有些成长背景的不同是有伤害的 从来没有经历过爱的人 长大以后 我们把它叫做Distant Lover Distant Lover Distant 是遥远 就是我要跟你隔个距离 我才能爱你 我跟你太靠近 我就受威胁 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 这种人就是要跟你隔个距离 叫Distant 遥远 Lover 成长背景的影响不可小看 其实我在讲单身的时候 我重复的提过 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参加那个 黄维仁的什么亲密之旅 做一些整理 了解一下你的成长背景 它会让你知道你现在爱的模式 会是怎样 你爱的习惯 你还有用金钱价值会怎么样 我跟杜老师两个的金钱价值观非常相近 我们都是台湾 其实在国内也演过 宝岛西村这个话剧 就是演的眷村 我们是军队的那种孩子家人 住在一个村子里就叫眷村 眷属嘛 眷村 这个眷村里面的金钱价值观都很相近的 就跟这个医生的家庭 或者是律师的家庭 或者商人家庭是会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跟杜老师在金钱上从来没吵过架 我们昨天讲过吗 你只管负责赚 我来负责帮你花 这个因为是我们的金钱价值观景 他知道 我不会去花很多的钱去买那种很贵的小石头 他知道我不会干那种事 好 成长背景 那现在我们知道了 为什么相爱容易相处难 我们有没有可能也相处也相爱呢 那我就要用弗洛摩 他所讲真爱必须靠四个条件来维持 承诺 责任 照顾跟了解 这四个条件 承诺 责任 照顾跟了解 我认为这个是关系的内在逻辑 老实说我非常不喜欢现代人对爱情的看法 现代人 中国人对爱情的看法 很多是受佛教 受张爱玲这些的影响 就是爱好像是有缘嘛 分手 没缘了嘛 就是缘起 缘面 好像那首歌 花飞花 雾飞雾 来无影 去无踪 爱就变得那么缥缈 难捉 爱情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有内在逻辑的 你如果守住这四个 承诺 责任 照顾跟了解 你的关系就会有厚度 你的关系就有实质 两个人是不是愿意彼此配合 两个人是不是愿意有所牺牲 割舍 你是不是会顾虑对方的感受 把爱落实到生活里面 你就会拥有一份爱的关系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真爱是承诺 如果你们参加过婚礼 中间会有一句话 牧师会讲说 神所配合的怎么样 人不可分开 听过这句话吗 神所配合的 人不可分开 请问这个人指的是谁 是谁 是你的父母吗 是公婆吗 是丈夫 丈夫要把你们分开吗 是自己 两个当事人 两个当事人 不是外人 常常婚姻分开 离婚 都是当事人 当事人 承诺也是为什么让同居 没办法成功 没有承诺 承诺会让你 同居就是好像 有一个脚踩在门外 你有后路 你就不会怎么样 尽全力 去让这个婚姻来成功 承诺 你可以想一下 你怎么走入信仰的 当你对信仰有承诺的时候 你这个人有没有改变啊 有没有 有嘛 你的性情要被圣灵来掌管 对吧 你就不会那么使小性子 有没有 不太愿意做的事情 你愿意顺服嘛 你会去做 所以你对神承诺 你的性情就改变了对吧 你对对方承诺 你也会你知道吧 离婚从来就不是 你字典里面存在的字 你就会尽力 要把这个婚姻给告成 所以只要有承诺 你整个人 整个生命都会不一样 所以什么是承诺呢 消极的来讲是 不离不弃 消极 不离不弃 道义上我不忍 落井下石 小字 外表的改变 我昨天有讲 女人怀孕了以后 身材一定会改变的 我那时候因为 人成中毒症 种的个不得了 非常重 而且要卧床 你知道吧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高龄产妇 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人成中毒症 这就血压很高 高到一个程度 要长期卧床 卧床 还只能靠左边卧 因为心脏在左边 吃饭 全一幕的盐都不能吃 那个时候杜老师就陪我吃没有盐的东西 他说你不能吃我也不吃 所以 我很感激他 因为我没有权力要求他不吃 那我就得做两种 可是那时候我也不能做饭 都是他在做 那时候我肿到一塌糊涂 我的姐妹来看我 说你连眼皮都肿 你知道吗 整个肿到那种程度 肿到我的脚 自己的鞋子全部穿不进去 我要穿杜老师的鞋 到后来连她的鞋都穿不进去 你就知道那种状况 非常难堪 非常像一口钟 刚开始 刚开始怀孕 还有点虚荣说 我是一颗美丽的梨 到时候睡觉的时候 翻个身就碰动 再翻个身就碰动 我说我是一颗保龄球 到最后总到一个程度 我说我是一口钟 就是一口钟 可是我知道 杜老师那时候真的是 自己都觉得难看到不行 可是他每天都跟我讲 你还是跟我当初认识的你 一样漂亮 这是什么 甜蜜的谎言 对吧 可是很受用啊 真是打强心症啊 就帮助我走过那个 很艰苦的这个怀孕过程 到最后生的那个时候 血压一下冲到一百八一百三 非常高的 随时会中风的 感谢主后来平安的过来 女人会变的 然后男人呢 我们叫忠厚 听过这个说吗 忠厚 忠厚 肚子大 头突 甚至你知道 结婚几十年 这个人你可以保证他不生病吗 你可以保证他不过床生病吗 总有这样的时候 对不对 而且 他有可能失去工作 你知道吗 结婚的时候 你会确保他有工作 有经济条件 你怎么知道婚后 他的工作会一直顺利呢 他有没有可能被人家给开除呢 或裁员呢 有没有可能 几十年 杜老师从我认识到现在 三次吧 是吧 被裁员了三次 所以 失去工作 病痛 不顺利的时候 你永远不要讲 离婚 这个字永远不出口 两个人的字典里 不存在这两个字 不存在分手 当然了 你谈到未来的时候 永远是一起携手同行 你有这样的看法很重要 如果你的看法是说 不行的话 万一我就离 好 这句话 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 你不为你自己留出路 你就是 就像个银行 永远告诉你 我快要关门了 我快要倒闭了 一直这样喊 就没有人再愿意 再往里面放钱 往里面去投资你的感情了 所以绝对不要因为受挫 因为受威胁 好 感觉到未来不确定 就说出这样的话 所以Lewis Smith 他讲过有两种人 这种承诺的 试约维护者 跟自我利益的追求者 这是两种人走入婚姻 对承诺的看法 自我利益的追求者 他在婚约的时候 说得很大声 其实心里面是想 把对方当消费者 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从小被宠惯了 没照顾过人 或者是个人主义的影响 满足自我实现 比照顾别人重要 如果两个人利益冲突的时候 他会选择踩过别人 完成自己 所以有人走进婚姻 是把婚姻当作消费品 就像肥皂 用完了就丢掉了 为了完成自我的利益 发现对方已经不好用了 他就选择怎么样 跳船 另起炉灶 很多时候 你对婚姻的试约看法 是受你的成长环境的影响 你所接触的人跟事的影响 它是潜伏的 可是它会影响你对承诺的投入 所以你要了解是什么在主导 你对婚姻的态度 如果你看这种婚约是好的对吧 是誓约维护者 可是你还是要在仔细地醒察自己的心 你是律法式的维护你的婚约呢 还是你自动的愿意为婚姻献身呢 了解这两个差别吗 律法式是我不得已 我被动 咬牙切齿地说我已经承诺 那是被动 还是你是自动的想要去为婚姻献身呢 因为有些人他观念里就觉得 我是不会离婚的 我永远不会离婚的 可是呢 我在外面怎么搞 你也不要过问 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 还有的妻子说 我做我该做的嫌妻良悟的事情 可是你不要管我的心 你不要管我脑子里在想什么 有没有另外一个人的影子 有没有这样的人 这是要小心的 好 第二个 真爱是责任 因为有责任感 关系里面就会有信任跟交托 责任包括什么呢 包括分工 昨天提过 赚钱分工 养家 活口 做家事 带孩子 这个分工 其实我们现在 越来越了解孩子的养育 很多时候妈妈需要在家里 对不对 全时间在家带孩子 所以她是没有薪水可以拿回家的 观念要正确 那时候我也是在家的 所以杜老师他会说 我的这一份薪水 是我们两个人赚的 这是一个健全的观念 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角色的分工 不要因为说我赚的钱多 所有的决定是我来拿 这就是错误的观念 大家分工 养家活口 做家事 带孩子 角色不需要太拘泥 要按神的恩赐来分 因为有的人 家里面拿炒菜产的是先生 他有恩赐嘛 然后拿榔头的是姐妹 It's okay 你知道吗 这不是很重要 你不要会说我是女人 你还要让我去修电脑 你会修啊 对方不会修啊 那你为什么不修呢 神给了你这个恩赐啊 所以最重要的是责任感 你要把你分内的部分做好 不需要人家催 不需要人家怄气 你才做完 有些人做事 天生没有责任感 凡事没有交代 没有担当 早上上班不起来 把太太急得要命 下班 跑去跟同事跟朋友 在那里活得像个单身 或者有的太太 答应说孩子 我今天要带你去买制服 结果随便其他的事情一出现 就算了 花钱永远是赤字经营 甚至有些先生呢 对工作太负责任到一个程度 加班 加到说 我都是为了这个家 结果呢 实际上是他自己有工作的狂热 知道吗 这都是责任不够 责任要分工 责任也包括经营婚姻 把对方看为是伙伴 邀请对方一起来努力的调试 然后要建立两个相处的模式是 我们不是我 婚姻两个人结为一体 凡事都应该用我们这一体来看 来处理 不要说什么事情做决定 都是自己一个人做 先生把一群朋友带回家 不事先问问太太 有没有 把朋友找回家以后说 你不帮我弄我自己来 这不是我们的思维方式 太太回梁家 事先不跟先生讲 这也不是我们的思维方式 或者先生跟朋友要出去 一邀喝走了 也不管孩子 也不管老婆 这种思考方式是我 不是我们 这是单身的思维方式 我并不是说 夫妻两个生活要大量重叠 我现在讲的是思维方式 心态上你要有团队精神 团队精神 夫妻两个面对问题 是想占有 不是互相指责怪罪 结果呢 讨论起来到最后 跟你讨论太累了 我自己处理算了 每次跟你讲都累死了 把一个人就给推开了 没有共同的参与 所以在语言里面 常常要学习我们 我们来商量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可以另外想办法 用团队的思维方式 这也包括面对外遇 外遇现在我不多讲 我只强调这两个原则 外遇虽然是罪 但不是不可饶恕之罪 外遇带来的伤害很深 但有时也不是绝对不可挽回 听懂了吗 可是这两点要成立 必须是在信仰里面 要不然靠个人的能力很弱 要在信仰里面 在群体里面 帮助你们能够重新站起来 所以发生的外遇是一个人出轨 没错 可是很少外遇是一个人的问题 你知道吧 外遇是夫妻的问题 是家庭的问题 所以态度要转成说 现在这个问题 发生在我们家了 我们要一起来解决看看 在任何情况下 先把关系放到神里面去检验 不要轻易地走上决裂 这是对大家都好的路 所以自然责任 也包括对外遇的抗拒 每个人的一生 都会有机会 受到异性吸引跟诱惑 你想世上的人口有多少啊 世上人口很多对吧 一定会有一个 就是比你现在的配偶 外表或者外在条件 优秀的人存在的 你相不相信 相不相信 人这么多嘛 一定会有的 可是你的反应很重要 如果今天真跟你遇上了 你的反应很重要 外遇从来就不是走到门外 就遇上 外遇的模式 通常是在你的环境里面 有一个你会常常见面 有机会常常去碰面相处的人 他或者是你的邻居 或者是你的同事 或者是你的亲戚 或者是你家里租进来一个异性的室友 让两个人有机会日久生情 不知不觉就走上外遇了 所以 其实在我那个莫非爱可以如此 我好像有一篇叫做外遇的前奏 你们有机会去看一下 因为在环境里面 会有讯号的 你知道吧 当这个讯号开始浮现了 对方的一个眼神 一个 一个莫测高深的神情 就是一个讯号传出来了 你怎么去回应 你要不去接他的讯号很重要 自己心里面要有点准备 选择不回应 就是对你整个婚姻一个保护 你在这个外遇的关系上面踩刹车 那我今天要提醒的是 诱惑一定都存在 在现实里面到处都有 可是诱惑还不构成罪 重要的是你面临的时候 怎么去处理诱惑 如果你因为婚姻的粗糙面 你心里完全没有准备 也不知道怎么去调试 你就很容易选择进入到外遇 所以美国有一句话说 另外一道的草比较绿 听过吗 the grass over the fence is always greener 就是另外一边的草 永远是比较绿 可是等你有一天跨过去的时候 你才发现那个草地也有苍疤 你也需要发草 你也需要施肥 一样的问题 好 那真爱是照顾 照顾是贴心的 贴心的待人 贴心 想想这两个字 贴心是你要用对方喜欢的方式 来疼对方 这才叫贴心 你知道吗 用对方喜欢的方式 来疼对方 不要坚持用你自己的方式 我读过一篇文章叫 衣魂 衣就是衣服的衣 魂魄的魂 一个女儿写她的父母 她的爸爸 她妈妈所穿的每一件旗袍 都是她爸爸亲自设计的 你会不会觉得这好棒喔 她妈妈穿的每一件旗袍 都是她爸爸亲自设计的 问题出在哪里 她妈妈其实心里面喜欢穿洋装 你知道 所以她把那个题目叫衣魂 她妈妈只剩下衣魂 本人 爸爸永远不了解 要用对方喜欢的方式来疼对方 明明对方不喜欢喝茶 你给她倒一杯茶 说来 我疼你 喝杯茶 她觉得被疼吗 我老实跟你讲 在这个世上 没有人会比你的配偶 更贴心的可以照顾你了 父母也不能你知道吗 子女也不能你知道吗 再贴心的子女 都不能比得上配偶 他们跟你是不同的平面 你知道吧 父母是长辈 子女是下面的晚辈 他们跟你是不同的平面 也没有办法去花那么多的心思 去了解你 所以我们有认识 先生刚过世的太太 她非常的难过 说在这个世上 再也找不到第二个 像她先生那样带她的 就是她稍微打个笨涕 先生马上站起来去帮她拿外套 儿女再孝顺 代替不了 儿女从来是父母 都打了好几个喷涕 都没听到也没看到 是吧 照顾是心疼对方 表现在一些爱的小动作上面 不是表现在什么 我赚钱养你这么大的事 你知道吧 或者我天天为你烧饭洗衣 这些是责任 是分工 是对整个家 真正的照顾是什么 要在一个个人的基础上 是针对这个人做出来 对方心里就会有一种暖意 有的先生会在太太的生日送礼物 已经很不错了 可是他送太太的是一个炒菜锅 你觉得这个够个人吗 你觉得够个人吗 觉得说 我觉得你这样烧饭比较方便 你这样炒菜就很快 我为你节省时间 不够个人 你看到对方下班实在很累 你就做他爱吃的菜 帮他按摩 这叫做个人 有一次我们姐妹会 教会的姐妹会 决定在一个姐妹家的门前集合 然后坐她的比较大的旅行车 我记得那天是清晨 非常早 六点多 我开车到她家的时候 远远的就看到 那个姐妹就等在门口 怕我们要到了 先生呢刚从屋子里走出来 手上端着 还冒着烟的早点走向她 我远远的看到 我觉得这是一幅好美的图画 好美的图画 你分担 你是要照顾心疼对方 我爸爸是很疼我妈妈的 我很感谢主 我有这样的一个模式 所以让我自己的婚姻 也会有这样的模式 我到现在都记得 我跟我家人出去旅行 台湾这个岛灰尘很重 所以你家里大概 一个礼拜没有人 到处都是灰 我记得我们 从外面回来的时候 行李财一落地 我爸爸就说 来 你跟我一起来拖地 然后我就跟她 一直趴在地上在拖 我爸就跟我讲 你知道 你妈受不了灰尘 所以我们赶快把它拖干净 免得她看得不高兴 多贴心啊 是不是 多贴心啊 这就是心疼对方 因为她知道我妈个性急 如果妈妈自己 赶快去弄的时候 常常就把腰给折到 散了腰 所以她要抢在她面前 然后把我也赔上 一起来心疼对方 然后照顾是分担 对方心头的重担 你能不能以对方心里的痛 为痛 这个很重要 我认识杜老师的时候 他其实是一个 汉子不流泪的 可是她真正流泪过两次 一次是听到梁艳成步道 谈主耶稣怎么上十字架那个苦路 那是她泪流满面 另外一次呢 就是每次为她的父母祷告 她父母还没信主 所以我们在交朋友的时候 常常为她父母祷告 那个时候她会流泪 后来我们结婚了 她的父母来到美国 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宝贵的机会 我们要给她传福音 其实杜老师还有一次流泪 是当众流泪 她真的是觉得丢脸丢到不行 是我们母亲节宪师 她有独唱 我们都在师班在后面 所以她下去要独唱 才开口 因为母亲节特别的师哥 就想到她还没信主的妈 唱不下去了 你知道那个音乐还在继续进行 然后我就在后面看她的背影 我就知道她在哭 然后我坐在那个高高上面 我就一起跟着流泪 然后下面看到我们两个都在哭 大家也就跟着哭 大家都忽然想到自己有个妈 原来都没想过 那一天好死不死 就因为我们结束的时候 杜老师觉得太丢脸了 赶快删掉 不要让人家问你刚刚为什么哭 对吧 歌都没唱 被人家拍下来了 你知道吗 被人家给录下来了 录了以后还给了我们一份 我们就塞在那里 从来就没想要拿出来看 太丢人了 结果她爸妈来了 白天都没事 杜老师去上班 我想给他们看看吧 看一些光点 所以我就把那个拿出来给她看了 看的时候我就跟她妈说 你知道吗 她最大的心愿就是 你们还没信主 她希望你们也能够信主 然后她父母两个 尤其是妈妈 就看着那个录像 也在那里哭 儿子在里面哭 她坐在外面哭 所以那次两个人都信主 哈利路亚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以你配偶心里面的痛为痛 了解吗 你要去分担对方心头的重担 如果对方没有工作的时候 你做太太的是增加她的压力 还是你宽解她的压力 当太太对她自己年老的父母挂心的时候 先生是支持她回娘家 你去付出孝心去照顾她 还是你就跟她说 哎呀想开点 人该走就会走的啦 你是哪一种 要为对方心头的重担分担 最后相爱是靠感动 相处是靠行动 复习一下 真爱必须靠四个条件来维持 那四个条件 承诺 责任 照顾 了解 这个很重要 这很重要 贴心了解 其实我刚刚讲的事已经很多 了解下一堂会讲沟通 你不沟通不可能了解 对吧 所以要找出两个可以沟通的时间 这个很重要 我现在不多讲了 我跟杜老师结婚的时候 在请贴上面印了这个字 有爱的地方就有神 听懂了吗 有爱的地方就有神 结果结婚到现在二十九年 我最深的体会是反过来 有神的地方才有爱 就像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说 我们爱是什么 因为神先爱我们 所有的相处都是要学习来成长 问题是大部分人心有胃肝 有些人觉得相爱容易相处 是因为架错了 取错了 而不知道还没有开始学你们 关系你们应该学习的功课 所以我希望在座的 你们如果已在婚姻里面的 要勉励对方跟自己 不要用指责控诉的方式 跟对方对立 要用善意跟对方沟通 邀请对方跟你一起来努力 建立我们 而不是我跟你的共处模式 我们一起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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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祷告